我们多次阐明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是企业长期技术积累和开放竞争的结果 是在充分竞争当中拼出来的 而不是靠产业补贴补出来的 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 中国新能源产能 是助推世界经济绿色转型急需的先进产能 而不是过剩产能 美方炒作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 完全背离客观事实和经济规律 本质上是保护主义 按照美方的逻辑 什么商品出口多了 什么就是产能过剩 那美方每年大量出口的大豆 飞机天然气 这也是过剩产能吗 七国集团财长会 难道不应该首先聚焦 美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吗 美方以产能过剩为名 试图胁迫七国集团成员 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助拦设限 这实际上是要组建一个保护主义同盟 与开放共赢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不仅将损害相关国家消费者福利 也将对全球绿色转型造成干扰和破坏 必须指出的是 搞绿色双标 做不到两头余力 只会适得其反 要想应对欺变问题 就不能搞保护主义 搞保护主义 就不可能真正解决欺变问题 美方不能一手高举 应对欺变的大旗 要求中方为应对欺变 承担更大责任 一手挥舞保护主义的大棒 阻碍中国绿色产品 造福全球 中国愿与世界各国 深化新能源产工链合作 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希望各国坚持开放合作 拒绝保护主义 争取共赢 避免多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